吼安 歡迎再次回來到Carena LIVE頻道 那我們現在在播放比賽是GPU FINAL HQ對上西貢小丑隊 我是主播懶貓 對 我是賽評 記得 狂狂對FINAL四強賽 對 剛剛那場其實打得有些激烈 四強賽的部分其實在這邊 其實在一開始都看不出來誰勝誰敗 大概到了時間大概拖到20分鐘才慢慢有些 對 前面其實兩邊打得有點保守 相對來說其實比起兩隊之前的風格來說是保守蠻多的 就有種就是這兩隊真的是我認識那兩隊嗎 是不是名字刮錯了 但後來SAJ一拿到一點優勢以後 就立刻帶著強大的優勢滾動下去 讓我覺得AHQ剛剛看選手的表情 也是有點措手不及 就被滾雪球效益滾到的時候 AHQ沒有即時的反應停不下來 對 感覺那個下路的那個軍營塔 被偷掉 就是換掉的那個時間點 反應上面變得有點 反而是HQ有點急了 被西門傳過去那一波的追擊 對 追擊的時候不但沒有拿到他的效果 甚至幾乎人都沒殺到 就全部還被反殺很多 那一波幾乎是頂定了很多東西 原本掉一個軍營塔其實還有得手 對 然後後面再一次巴龍戰連續輸了兩次以後 掉了巴龍 掉了兵營 最後中路兵營也掉以後就被一波打到底了 對 因為其實西門的吃兵術一直都是咬的 跟西格斯咬得很近喔 其實這件事情本身就已經不容易了 然後他有驚人 其實他有開戰能力 那騙對方進來高地找一個失誤再開戰 或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打法 但是那一波的追擊 我覺得自己看起來也是很有機會 因為已經追到了 但是出來的紅牌以後 那一波傷害加上 我覺得Archie的那個炸彈也是 Archie的那個炸彈的大絕也是非常的關鍵 對 他回頭那個炸彈 完全算準的時機 而且他是穿過了後面的HQ的幾個隊友 直接狙擊到後面的那個西門夜鎖 我覺得這邊我已經直接雙明燈 就是早上先預測一個3比0 TPAA贏 然後就直接第一場就明燈 然後現在預測AHQ3比0 SAJ也明燈 沒關係 你現在是明燈 喔不 都好險 我現在是預測SAJ 沒有 我覺得SAJ在大賽的發揮真心 就是真的比他們在 之前比GP有時候來的好很多 就是他們在大賽的時候真的表現得好很多 然後我們到了BANP的部分 HQ這邊是藍方 那SAJ這邊換到的是直方的部分 HQ再次的BAN掉 露露果拉格斯 果然跟季導師預測的一模一樣 他選擇BAN掉了西格斯喔 那在SAJ這一場一樣是 瑟雷西跟雷歐娜兩個BAN都是往綠茶身上BAN 跟上一場的策略是一樣 那現在要看有沒有在藍方要BAN飛絲 那可是卡莉絲就放出來了 那上一場其實SAJ的卡莉絲的發揮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不錯 所以這邊可能要考慮一下 是否要改變卡莉絲 上場理性的發揮其實沒有來到很好對不對 他果然是選擇BAN掉了卡莉絲 那這邊還有選下 NTT比較擅長的潘森 對 對 就是這樣子 其實最好的選擇 其實在 呃 卡莉絲已經被BAN掉 還有 可是潘森其實還有很多 還有悟空 或者是其他角色都還能打 去搶這個我覺得 或是要來看效果啦 因為現在比較少 就是隊伍回去首搶潘森 但是 NAT的潘森其實掌握了算是蠻好的 而且配合 線上主動性很高的綠茶去做開戰 有沒有辦法把下路線打出優勢 對 因為其實黑牛是一個拿到裝備以後 在團戰中他的輸出其實是蠻穩定的一個角色 但我覺得是 重點是要如何給他一個發揮的空間 給他裝備讓他能夠輸出 然後在前面幫他彈出傷害 讓他有發揮的空間的情況下 才讓AHQ在會戰中拿下勝利 這是一個關鍵 所以NAT這邊選一下潘森 可能是為了這一點喔 對 可是我是覺得 剛剛黑牛上路有一個play也很關鍵 就是他前上去要收 因為就我認識的黑牛應該是不會選這樣的方式 因為他不會移上去 比賽甚至有時候是會看到綠茶往前 可是黑牛往後 但那個時間是 其實隊友已經都離開了輸出線 但他選擇上去要收掉摩甘娜 那個時候的這個play其實 也是有可能是不是有點心急了 想要把比賽贏掉 那畢竟是第一次出國比賽的隊伍 那要在主場去扛那個很大的現場壓力 因為當然身為主播賽品 我們是盡量要公正去播這個比賽 但是當然私底下 私心上面還是支持台灣的隊伍 尤其是AHQ是就是 我自己也是 可能是 就如同記老師所說的一樣 所以現場相比 相信是有很多觀眾 就是有很大的呼聲在歡呼說 SASA這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AHQ這邊 相對是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那SASA這邊本來是 在上一場拿到優勝 拿到第一場的首勝以後 這一場相信他的心態一樣 是就是可以去連勝上去的機會還蠻大 那AHQ這邊就要趕快把心態調整回來 對 但沒關係 其實比賽還有才第一盤 這不算是很多主要 重點是SASA 就是第一場輸掉以後的 即時的溝通跟心理去 把這個信心建立回來 是很重要的 因為上一場其實有一些溝通不到的地方 像是綠茶在前面那個 機器人不小心走過去的時候 沒有跟隊友溝通到 好不容易是一個優勢 可以五打四的地方卻 就自己一個人走上去被擊殺掉 所以那邊可能可以調整一下 那AHQ這邊選下了 聖已經即興克斯做二三個peak 對 這 聖是 兩個 兩支隊伍在八強賽都有使用過的角色 可是感覺SASA這個業局就是在針對 這個聖的peak 那這樣子 有一個關燈會讓聖在 團戰發生的 第一個時間點沒有辦法很好的選擇 飛的目標 他一定要靠著語音線 就來告訴說要飛誰飛誰 那這人其實比起主觀判定來說 來得慢一些些 那SASA這邊後來選上飛絲 他沒有變掉飛絲 所以他自己選上飛絲 夜群 這邊聖門也說要使用勒布朗 然後綠彩要拿出 之前都會被封鎖的石頭人嗎 那這樣的陣容其實在下路線就有很大的機會 下路跟中路線其實都有很大的機會 因為潘森的跳不管是跳下路的時候的先手開 還是勒布朗的先手榜跟禁岩 都可以讓潘森這個落地的時間 可以接上他的CCG跟傷害 但是SASA這邊 還是有鱷魚這隻角色的優勢 上一場 那中期就會變成是 如果在SASA有一點點經濟優勢的時候 很容易繼續來逼這個AHQ的二坦 靠著他的坦度 HQ這邊選角已經確定了 上路的部分是聖 槍口的部分應該是潘森 中路應該是勒布朗 下路的部分則是 錦克斯配上石頭人 那這個組合其實在強開的部分上 我覺得綠茶玩的石頭人一直都很好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 資歷很久的LL 英雄聯盟的玩家 然後他又是選擇的是主動性 對 台灣的台港澳的選手來說 第一個把石頭人拿來打 就是這個賽季拿石頭人來打輔助的也是綠茶 對 所以他對他的熟悉度一定是很夠 但這邊SASA完全是 感覺上對AHQ的陣容是有所準備 不管是葉曲 面對聖還是把菲斯做先Pick 還有最後卡瑪這個Pick也是相當的漂亮 面對這種對方一波強開 就是攀升的落地點之前 如果自己的路線不管利用1 還是利用3去閃掉石頭人的開戰 那卡瑪用加速把團隊往後拉以後 反而是AHQ的陣容會比較等於是 散亂 對 就是說自己的前排會在對方的中間 那對方在拉打的過程中可能 趕在這波這邊沒有 如果石頭人第一波傷害沒有擊殺掉一個人 他沒有得到加速的話 那AD的位置的保持絕對不會比SASA來得好 應該說SASA這邊選上卡瑪的重點 就在說他想要讓你預判錯誤他們的位置 對 還有傷害 還有一個盾 對 所以他整個選角是 對SASA來說我覺得這個選角真的還不錯 那比較特別的部分是 AHQ這邊選下來勒布朗 西門葉說其實不常玩這角色 對 就是說不是他的主流 就是主要的口袋名單裡面的角色 但我覺得菲斯對上勒布朗其實也是一個 真的是兩邊都要看操作的一個 因為其實勒布朗的分身有一點點 這效果有一點點懲怕菲斯的這個DOT傷害 因為就是 分身了但他那個傷害還在 對 尤其是他如果是有巫妖以後 AP係數高了以後 那個W開起來的那個 可能你被掛了點燃你分身以後還是會被擊殺 所以你居然四層的血量被戳到的時候 你戳到的時候可能就剩下30%了 對 加上點燃加上DOT傷害可能就會直接擊殺 但先邊來說這個選手他其實自己很擅長菲斯 他或許是有些錦囊妙技是要去對付菲斯的喔 因為他在後Pick的部分去選擇這個角色 對 因為相對來說 你有禁言對上菲斯其實也是一個很棒的武器 對 那我覺得在BanPick那時候來不及講就是說 這個4.4的版本對於AHQ有一個稍微小小劣勢的地方是說 因為卡薩丁現在AutoBan 重置了 那我們先不討論卡薩丁這次角色在4.4版本 還能不能示範是一線的AP角色 但是以前面對AHQ的隊伍都會 必須在藍方去承擔一個卡薩丁的Ban 在子方承擔一個卡薩丁的Ban 甚至在藍方要自Ban卡薩丁 因為戲門的卡薩丁玩得非常的好 但是在這個版本以後等於是你有一個口罩名單被除掉了 就等於是好像對方有四個Ban的感覺 對 而且這被Ride除掉 他完全沒有辦法反駁 而且他也沒有辦法去 其實我的卡薩丁好好的 為什麼你要 對 因為卡薩丁現在真的是 Ride說 因為我想讓這隻角色有機會出場 但是我寧願你不要出場Ban 我還是吃了一個Ban嘛 對不對 就算我這一個月沒有玩卡薩丁 我還是賺到一個Ban 真是遺憾 那我們看到裝備的部分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到鱷魚的裝備比較特別 他是偵測金球 哇這樣偵測金球 這要來看他怎麼發揮這個偵測器的效果 但偵測金球跟其他眼睛道具一樣 在這個4.4板的時候 是要到2分鐘才能去做施放 所以QTP在現在去自由的偵測金球 也沒有辦法探草叢喔 那這一波進攻 SAJ的進攻是有被察覺 AHQ剛剛的小鋒有看到他們進攻以後 隨之而來AHQ馬上換藍Buff 我知道你要來我家藍Buff 那我馬上給你換 這樣我就不會有任何的缺失 也不會有虧損喔 當然這兩場的SAJ的輔助June 都是直接在自己家的Buff 不管是上一場是路口 這場是直接插在藍Buff的草叢喔 就完全有掌握到AHQ 剩下有三個人在下路要開 那這邊鱷魚要去做騷擾嗎 哇所以他是有些進攻 但又帶一些防守 這就是帶一些纖細的感覺 哇聽起來喔 這邊小鋒也看到了SAFTY 把自己家的藍Buff給拿掉 你看到Oltimus在上路的部分 菲斯選擇直接到上路來面對勝 我要擺雙中來對抗勒布朗嗎 喔這樣子 因為他看到SAJ西貢草這邊要雙中以後 馬上讓石頭人頂住中路的位置 讓勒布朗選擇回上路 對然後勒布朗 可是這樣子主動權其實是在SAJ這邊喔 你看在經濟上面是一點點的優勢喔 已經慢慢開始拉開 因為主動掉線在持兵上面 是會有大概十字左右的優勢 你可以看到SAJ現在緊急一直在持兵 他們一直在持兵 AHQ現在還在掉線 他們到現在才回到線上 但SAJ你看路線已經到達兩頓了 然後我也要再繼續掉線 這個SAJ這不是不太 不太像我認識的西貢小手隊喔 這有點 掉線的靈活度非常非常的大 現在HQ還沒有機會吃到幾隻兵 也要開始跑步 這有點回到S3版本的大家來跑步了 跑跑跑 向前跑 這 以後英雄聯盟會不會出一個賽跑模式 這邊 跑了以後 又要來掉線了嗎 配合卡瑪的盾 哇靠著卡瑪加速來跑線 這一點是SAJ在選角的時候 已經 這是在玩什麼折搬嗎 他還幫菲斯加速 對 對 GO 接棒 現在QTV的吃兵已經壓制了 剛剛還在幻線的小風來到 十八隻這麼多 就是要用雙重來壓制你勒布朗的成長 這在之前的比賽 外國比賽也看過一樣的套路去 來壓制勒布朗 因為他前期如果利用W技能去做清兵 其實會受到對方的騷擾 因為他的禁言只能禁言一個人 對 所以你不可能同時禁言兩個人 然後還可以吃掉 所有東西都只能打一個人 他除了打W2傷害可以打兩個人以外 但他打W2傷害的錢其實不夠把兩個人做什麼擊殺 所以他的控場 只能打一個人爆敗 只能爆敗一個人的情況下 他打兩個人本身就很痛苦 哇 AHQ這邊 再也吃著跑回中路 但是中路的這個 直草裡面也是直接有SAJ的眼睛 那這三個人的蹲點可能會浪費很久 很大的時間啊 哇 走了出去 盤森那時候往上面繞 沒有他應該是有察覺到這邊有可能會有眼睛 所以他走掉了 AHQ也在旁邊右邊 看到他們跑很久以後也是跟著而來 這時候又換回了 每一個位置的直接的對線 雖然都不在原有的路 這時候卡瑪跟路線再一次的走回上路 而且兩邊都是在河道裡面有很多眼睛 要來看一下對方的這個第二棒跑到哪裡了 這裡有看到Juna 把他逼到巴龍區裡面 Juna位置有點危險喔 這邊有機會 點燃一下下去 西梅夜說 最後一下普攻 最後一個普攻 走殺掉了 這邊旁邊Juna喔 然後Safety這個位置也很危險 才有夾 這被Gunet Devil給擊殺掉 哇 這裡一個換線一個失誤啊 這就是告訴我們不要脫隊啊 這不要落單啊 落單可能會被殭屍擊殺 對這 這 跑步的時候為什麼不跑一起 卡瑪可能是想要去做視野 或者是從後面做包夾 沒有剛剛卡瑪是想要走到巴龍裡面 幫他上面兩個正在賽跑的隊友加速 但距離不夠 所以他這裡只是一個加油團的路線 對 他在路邊要 對 大神啊 對卡瑪剛好有大神 閃電PT車裡面那個明日香的巧色 對 加油 然後就發現Gunet Devil怎麼會有暴走族衝進來 亂棒把他打死 哇 這邊 勒布朗 這樣這一顆頭就很重要喔 他拿到了 率先拿到了聖杯 這樣子 拿到了聖杯喔 對 對 這個磨量是很重要的 因為勒布朗其實會把自己的磨量壓低 那聖杯的效果就會 變得非常的不錯 對 他拿到了 他打到人頭又拿到助攻 他這樣子已經 喔這個躲 剛好躲掉這個鏡眼 但是 菲斯跳下來的踩也被西門夜說的W回聲給躲掉 哇 這個 雲旋配上嘲諷 NHZ這邊的Gank非常的果斷 並擊殺掉了QTV 這邊 OHQ這一場 氣勢似乎跟上場相當的不同喔 開戰六分四十幾秒鐘 就已經拿到了三顆人頭啦 記得老師你明燈不在明燈 搞不好他變我明燈了 我現在很緊張啊 現在小弟是迷迷模式 所以你現在也是加油團喔 對 我現在不能這樣 我是收了一個賽評 明日相繼的 現在 上路 哇 這樣 黑牛的發育其實也算是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雖然前面的跑線 跑動次數有一點多 吃拼雖然輸了十隻 但是他也有拿到一個人頭的關係 有補足的部分 兩邊的AD都還沒有回家過補裝 對 看得出來綠茶一直想辦法再利用自己的魔量跟這個天生劑 去消耗露西恩的血量 露西恩這時候回家 那這邊HQ是否會中斷他的回家 並且自己也跟著回家呢 沒有中斷到露西恩的回家 這邊讓藍NAT已經把藍buff讓給了西門夜說 對 時間已經來到第二個buff的時間了 那我覺得夜取這邊四等 有可能沒有辦法讓這個藍 那飛絲就會在線上受到很大的騷擾 那西門夜說要小心 夜取如果上到六級以後 這個要小心自己的途徑機要保留一個 要反被 這邊 這邊 因為看到中路的這個飛絲選擇出了腹肌斗篷 可能選擇就是 啊你都出腹肌斗篷了 那藍我還自己拿好了 腹肌斗篷其實前期不管是魔量還是 傷害都會有點不足喔 對 Sepity因為剛剛在死掉的關係 他現在等級落後很多 到現在才五等 終於打到六等 他打完大鬼又到六等 那八分 雖然是有追回一些等級喔 剛剛吃完藍buff加大鬼 竟然連升兩級 這時候 HQ是先主動把下路組合調回來了 因為聖已經來到了七等 有大絕要把它擺回上路 那這樣子對小龍的主控權就變到 HQ這邊 HQ這邊開始往裡面進攻 NAT在擦眼的時候 有被看到所有人在小龍這一個情報 已經確實傳達給SAJ 但他們沒有辦法 因為雙人線還在上路 對這樣應該是要拿龍換上塔了 那聖的兵線往內推其實不是太大的問題 主要的HQ要面對的是這隻鱷魚 如果回到了上路線以後 他會在上中做遊走喔 對就像上一場一樣 其實鱷魚 遊走得很厲害喔 上一場QTP其實在大局關部分也表現得很好 SAJ這邊進來插了一隻瑞文的眼睛 然後 在 勒布朗的吃兵術是壓制了 飛斯非常多 潘森也來到了六級 哇這邊抓到一個對方 還沒有掉線回來的機會 黑牛在塔下狂點 變得吉利克斯的攻速加成的關係 多點了很多下塔塔的血量 已經被壓到非常的低喔 喔 SAJ這個下路組合沒有直接要 綠扣回家 要來夾擊中路的西梅葉索 加速上來以後打了一下小兵 畢竟兩個人沒有辦法留住 西梅葉索的勒布朗 勒布朗在逃脫上 這是要下塔換中塔嗎 潘森現在踩到前來支援 但這波的小兵量很少 只有三支援成小兵 他現在要小心的是綠茶 強開配合上潘森 哇這裡果然是開下去了 潘森強跳綁到了 並這個傷害有打傷 阿奇的點燃已經下去 也情況下是直接被小崩給擊殺 綠茶這個狀被Safety的盾給擋住以後 但是Safety的位置很危險 他叫了閃線走掉以後 一個飛彈加上西梅葉索普攻擊殺掉的Safety 這邊 時差調完了 只有一個小時而已 睡醒了 對 看得出來HQ在剛剛的落敗之後 心態是馬上調整回來 並沒有被上一場的比賽影響到喔 這一波網中的call就是非常的成功喔 潘森配合勝的大決 發揮得非常的漂亮 守住了自己的中塔 然後還成功的把對方的中塔 達到剩下一半的血量 現在尷尬 本來是SAJ在上一場比賽後 沒有把心態調回來 本來是非常大意的送掉了很多顆人頭 以後現在比速已經來到了5比0 5比0喔 對 可是路仙這邊的發育還是相當的不錯喔 還是要小心 Arch這位選手 你可以看到 他在線上其實他的這個Q技能 都是利用尾巴去掃到對方的 這個線上的英雄喔 對 你可以看到鱷魚把他 喔 這個上去的沉沒加上鏈子 但是他的血量 血量偏低 對 對 兩邊的血量其實差不多的情況下 沒有進行追擊 QTB已經把他的飾品給換回來了 又要來蹲下路 對 因為你用水晶金球那個時間太短喔 你沒有辦法 除非你真的是樂透型玩家 你每一次照都剛好照到Jungo 他怎麼又被照到 你是不是開圖 Jungo來的時候 在三角草場中又被照到 好難過 他沒有成功過喔 他目前金球還沒有發揮過 反正他現在換成 他現在把這個真的金球賣掉以後 買眼睛 就有很大的一段時間 是不能使用 對 120秒 這段時間是改短喔 以前是更長的 以前是180秒 對 他現在是把他 跟起始的那個時間點改到一樣 都是120秒 但是還是有一個空窗期 所以他不敢繼續推線 那剛剛攀升的蹲點 就沒有成功 但沒有關係 但是在塔數落後移座的情況下 經濟是贏了SAJ有 1千多 1千5百塊左右 對 1千5百塊的經濟優勢 差不多等於10% HQ這邊先贏了 SAJ10%的錢以後 現在沒有龍可以逼 然後HQ的西門是拿著雙BUB的部分 記者老師你覺得 接下來HQ要如何整對他們的攻次 去拿下塔呢 他們現在其實不急喔 因為這三外塔的血量其實都不多 就是除了上路以外 就是中下的塔 噢 潘森要來跳中 撞到了卡瑪 配合上後面的暈眩 卡瑪連動都不能動 都直接被擊殺 就算能動 下面的陷阱也都等著他了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 反而HQ覺得有一點希望你雙中 因為其實你在下路線 我要跳一定是 要代服你 或者是要夾擊 一定是只能跳你後面 但是跳中路就有很多機會 你的卡瑪在 你一定要在兩側劍眼 你不在兩側劍眼 你可能還要配合上團隊 去試鬼 自己試鬼那邊探一下 去敵人那邊探一下 對 如果說 在你的地圖中間畫一個圓 如果攀升的位置 畫一個圓 他可以跳 那當然你越靠近中間 他能選擇的點就是越多 會比下路來的多 對 下路只有一條線 大家通常不會靠近到插眼的部分 就你要在中路封鎖掉攀升跳的這個位置 要有眼去插到這個很難 這個炸彈 少年炸彈沒有擊殺到籃 沒有偷到的場次型的一個大絕 來自於 但HQ這邊還是把這個籃給收掉了 因為菲斯在上路 兩邊的 兩邊其實已經開始慢慢拉開比數了 然後下路的部分 小鋒的等級也沒有落後於鱷魚 吃兵數目 雖然落後20隻左右 但火甲已經快要成型了 再次的浪然來自於NAT 讓給西梅葉說 西梅葉說現在這一場的發育其實非常好 202的戰績 六顆頭有四顆跟他有關係 而且他的吃兵也是幾乎是全場最多 僅次於吉英克斯兩隻的差距幾乎是沒有啦 對 其實HQ不擠 因為勒布朗其實有很不錯的發育 那繼續讓潘森的這個跳帶動HQ的攻勢 那在一個時間點再把三塔拔掉 這樣經濟可能會瞬間拉到六千 感覺比起你心來說 NAT好像比較適合玩這種 就是不用跟你探來探去 我是直接從你後面出現這種角色 就是線上的先手的能力很棒 我覺得HQ線上的隊員 他們判斷技能的這個命中的掌握都非常的不錯 大決開了下去 夜決大決開了下去 什麼地方都沒有背 哇 這是看到石頭人要做單抓 他不小心按到關燈 他說隨手做環保 救救地球 救救召喚峽谷 隨手做環保 按到關燈 抱歉 每一分鐘就有一隻北極熊 沒有 應該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這麼多北極熊 沒有這麼多北極熊 對 這倒是比較可能 哇 這樣子夜取的大決用掉 小龍又直接拱手讓給AHQ啊 這樣的話 這是AHQ最想見到的事喔 這完全是SAJ就是雙手奉脹 請享用這條小龍的感覺喔 對 這個夜取完全沒有在勝的 完全沒有防止住勝的這個fail 但 這是一個應該有說 一點邏輯的問題 就是說夜取要所謂的counter勝 它是要在於說 你是主動權的那一方 因為你要gank 所以 你把燈關掉 然後 在黑暗中做壞壞的事情 把對方給殺掉 但是 剛剛做壞壞的事情都是 就像現在這樣子 做壞壞的事情都是AHQ 先做 對 哇 這個暈還是有到 西面夜鎖這邊衝了進來後 綁又綁到配上沉沒 然後Gantan Table最後一個飛彈 而且他們不關燈的 他們是白天光天花日下殺人 但是勝這邊 對飛絲 鱷魚雖然有很漂亮的 用閃線奪過的大決 但是後繼而來的CTG 還是成功把他留在了這個草叢 所謂的西門草叢上 火力才血量有一點低喔 飛絲這時候狀態還不錯 要過來做夾擊 但是勒布朗也對位到了 SAJ這邊的狀態有些差 情況下西門夜鎖從旁邊趕了過來 Ultima這邊正在逃跑 用了W加R兩段的位移 想要追上 但這個要追上飛絲這件事情 彈何容易 對 他知道 從聖的情報來說 他知道飛絲是把他有交掉 但閃線還在的情況下 自己雙位移交掉 再做追擊其實是沒有必要的 哇 飛絲這個裝備好神秘喔 他是先上深淵的 對 他一點魔力都沒有 所以他的一角點高的話 其他能吃棒的次數來得很少 因為飛絲本身這角色的魔力真的是很少 你可以看到他現在才600點魔力而已 已經來到10等才600點魔力了 因為他面對的角色不是需要洗兵喔 他剛才上路線長線 基本上是用普攻在減兵 你看他跳一下魔力已經少了一半了 但他現在回到中路要扛中路線的話 那下一個藍Buff肯定是要讓給飛絲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吃拼數一直都沒有進展 他吃拼數停在大概100隻左右 但對面的下面的所有已經來得高他 來得30隻之多了 對 西門這邊已經是W技能滿技了 再繼續進化 再繼續升等Q技能 慢慢滾起雪球 HQ找回自己的腳步 但這一場現在目前已經拿到7比1的情況 小龍的部分到現在還沒有看到他要重生的跡象喔 而且潘森的大絕要轉好囉 這樣又是一波可以發動主動攻勢 你看到 只是要小心的就是說 聖不要小心 因為他就是一個單點喔 那對方的 這個飛絲有可能會一直去找聖泡茶 NAC的大絕以及小鳳大絕 兩個近似全球流也是半球流的這個 大絕已經轉好囉 跟上一場的方針一模一樣的HQ 這一次看到三個人在塔下 金克斯一個點塔 沒有人阻止他 拿到他以後一個進攻 對 就是一個標準的WR 做一波耗血就拉掉 小號的先讓我要QTP 這邊開大坦塔 坦著小鳳 這邊小鳳一個回頭的嘲諷 有嘲諷到QTP 讓NAT跳下來的時候 是能夠順利擊殺掉他 那Ottimus這邊是已經把所有招式交完以後 只能撤退喔 喔這個產線交得 感覺沒有 不太有必要 因為潘生其實魔量見敵 而且真的要 站著對A 感覺也是飛絲會贏喔 對他只要拿 他只要離開塔就好了 所以這個追擊 對他來說 應該是不太需要委屈的 對 還是他看到了那個飛彈 覺得有點害怕 那個聚集 他覺得是凱特林的聚集 好怕好怕 他想到上一場那個 那個西門夜說的 上一場對面的中路是怎麼被對待的 對 那這樣子飛絲的閃可以交掉 下一波遇到勒布朗 就很有可能 勒布朗可以繳閃 直接追他喔 這裡唯一剩下閃線的 AHQ目前還有三位選手都還有閃線 SAJ也是喔 三位選手都還有閃線 兩邊目前還沒有打起來 跡象 NAT已經把他的大絕給用掉 但小鳳的大絕還留著喔 SAJ這邊 基本上就是他知道就是要來助你的聖喔 因為你其他的點不可能成功 因為對方的兩個carry太肥了 勒布朗現在已經出了驚人 就說我開你的三人線在上路那樣子 我開你那個上路線勝傳過去 絕對就是自己的上路二塔送給對方 對 同樣是類似於全球流的技能 反而Safety在這邊都還沒有發揮到 對 這場夜取目前完全沒有任何的擊殺貢獻 反而兩顆頭都是來自於飛絲喔 對 都是來自於聖喔 聖被提款提了兩次 小鳳說這真的是很可憐的苦菜命 不但開場換線還要扛鱷魚 對 現在還要被飛絲住 你們讓了一個子方的鱷魚pick 然後我選聖要來幫助團隊 還要被住 然後你們還要怪我 嗚嗚 A HQ阿信 最近剛好在重播 你可以看到A HQ現在 真的像自己的老師所說 他們根本不急 他們等待一個大絕機會 慢慢滾擊雪球就好 這波雪球目前 都沒有停止下來的跡象喔 因為他們現在如果繼續往前推 那他們會跟上一場SAJ不太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他們沒有鱷魚 所以他們沒有一隻坦克這麼好 可以站在二塔下幫忙去佔位置跟坦傷害 那鯷魚客是沒有很好的點塔的 反而是攀升的跳就變成是 我要跳就是執行待防 那這個一執行不好就會翻船 所以我現在要有關鍵的會戰 收到人頭 確保自己的鯷魚客是不會出問題 才能去對 他等聖的發育 他在等聖的發育 他要繼續利用小龍地圖經濟去滾聖的發育 聖的發育開始有大概兩件防裝以後 他就可以開始往這個塔下進逼了 畢竟以主攻來說 目前他們所組織的所有進攻都沒有失敗過 基本上都是很成功的 所以他們現在在等待下一個進攻的機會 慢慢的等到NAG大絕有 等到對面一個走位失誤 走到眼睛底下的那一瞬間 你看現在已經六千塊左右的領先 塔數3比1 HQ完全不畏懼 眼睛也是差在進攻眼位的部分 導致SAJ連家門都有一點困難走出來 他完全抖不出來 塔下就要來看一下 這個Optimus的魚 有沒有辦法像西格斯的炸彈這麼精準 要小心就是這個食人魚 綠茶的裝備已經出了兩件魔穿裝 他的魔穿已經來到大概38左右 現在的任務就是灌死那個露西恩 只要打到他殘掉拉掉 那對方的傷害就是不夠 對 跟基老師所說的 他的功用目前之後 這樣子看到一個對面 回手時間不正確的情況下 這邊HQ馬上組織一波進攻 QTP想要進場 想要擋對手 但是沒有想到這邊 反正是被抓到一個機會 猛打一頓 剩下一點點血逃掉 但綠茶這邊撞了進來以後 最後一個點燃tick 還是收掉了鱷魚 兩片扭打 目前還在進行 起抓到一個很好的位置輸出 但是對面的裝備實在是太過豪華 沒有辦法把他擠殺掉 反正西門這邊進來以後 把菲斯給殺掉 然後旁邊的Ganetal 連收兩個人頭 沒有人可以繼續彈塔 有點可惜啊 剩的血量很低喔 這一場Ganetal沒有繼續往前追 感覺 要再兩三下的普攻才有辦法擊殺 那對方已經有人呂扣 就不要冒這個險 因為進去就是只剩下 他在對方的基地裡面 對 剛剛我覺得重點是在於說 鱷魚的想要上來 阻止對方的這個行動 他沒有想到說 對面的經濟大於他那麼多 他的血量是瞬間被打到現在一點點 對 而且綠茶這個雙穿穿出去 基本靠著機傷被點燃 就收掉了鱷魚QTV的人 而且他很帥氣是掛完以後就 他是撞卡馬 然後點燃旁邊的鱷魚 鱷魚最後一Tick被他燒死 對 然後在菲斯的時候沒有閃現的很關鍵 就是剛剛下路那一波角閃 就是演發到 他剛剛是勒布朗角閃上來 他照理來說他有閃 他一定是對角 但他沒有閃現 所以又被擊殺的情況下 就是讓 讓這個 Garnet Evil這邊拿到二連殺 他抓到一個機會本來想要跳走 因為本來他是被潘森逼到跳 對 然後結果跳下來的那一瞬間 沒有閃現可以逃跑 就跟其他老師所做的 他閃現交調的那一瞬間 卻已經注定說他下一個死亡之日是要到了 現在HQ這場比賽已經拉開了八千塊左右的經濟差距 那現在有這樣的經濟差距就很好來做巴龍的bait 就是說在視野上面有更多的錢去買眼睛 那自己的輔助角色的坦度也是往上升 可能不會被對方單抓 傷害量是足夠抓掉對方來不演的這個落單的角色 剛剛HQ甚至沒有耗費掉 NAC的大絕卻已經把這波進攻 拿到如此大的優勢以後 現在NAC的大絕還在 小朋友大絕也快要轉好 小朋友在這邊 正在偷懶buff 隊友都趕了過來 西門這邊發現 Junay的位置有些危險 配合上盤身的暈眩 即使夜取開了大絕想要拯救也完全來不及夜取 再一次的大絕完全放空 PDB這邊趕來支援Otemos 阿福是完全丟錯 海中霸主是完全丟錯的 情況下NAC選擇跳小兵 然後開大絕跳走 成功都被他跳走了 哇 這記得老師你怎麼亞口無言啊 這 我從來不知道這個從天而降的長法 也可以這樣用 你知道這曾經有一個衝 我曾經 我現在領悟了一件事情 對 哇這個被他跳走 SAJ再一次夜取進攻 就是防守失敗以後 不但被HQ拿下 如此龐大的經濟 甚至殺的人 還讓 唯一能夠極大掉機會的 NAC自己逃跑 煮熟了潘生飛了 哇這樣 對於四季上面還說 SAJ這一季很傷啊 有一種被對方耍著玩的感覺 這完全是上一場的翻版啊 就是雪球完全停不下來的 AHQ現在經濟已經拉到將近一萬塊了 對 而且西梅葉蘇的選張其實很特別喔 他現在 他知道他 他只要留CC跟前一波的傷害就夠了 因為 團隊的AD已經太肥了 對 我不需要去撐石帽 我用金人去增加自己的生存力 然後後面在村上把穿帳 讓自己的輸出是能夠打到前面的坦克 只要讓Ganetepo不要被鱷魚給侵擾以後的情況下 黑牛的輸出是絕對足夠的喔 對 而且他剛剛其實在打在這個 Ganet身上的時候 他自己一個人的傷害或許不夠瞬間秒掉 但是 他出場 他出手的時機都一定是有隊友在旁邊做夾擊 對 反而這波這邊配合這隊友 現在已經拿到了502的戰機 全場目前殺人數最高的選手喔 不死牛在這邊還沒有死過 經濟差距已經拉到一萬塊的情況下 AHQ開始不巴龍 視野慢慢的往對面的四軌區這邊插上去 而且把視野都揮下去的情況下 還不忘記要拆眼 SA在這邊連自己家們都很難走出來的情況下 下落還有一個聖要去關注一下 聖的時候小鳳的出裝也是非常有趣喔 他火甲出裝以後上了一個腰帶 把血量再往上面拉一點以後 他直接塞了兩個腹肌頭 他不想被菲斯給擊殺喔 對 因為現在 這Archie不太可能花時間去打他 那鱷魚的傷害如果在混戰 其實主要也是來自於那個燒傷喔 那卡瑪的傷害以及最大的威脅還是在於菲斯 對 所以他完全不怕對面 所以出了兩個腹肌走風 特別的選裝 但是HQ現在這個組織進攻 11分推 等待一個機會 等待對面的走位一個失誤的情況下 前面也說以及旁邊 哇 這邊進來 反正是Optimus抓到了綠茶 這個進攻配合上Safety的大絕 撞下去以後 反正是讓綠茶有著一個機會往回撞 兩個人血量被壓得很低 Optimus這邊的菲斯 直接被勒布朗擊殺 被壓到一個很快的位置 沒有辦法逃跑 這一波進攻 閃線加撞 閃線加跳 是直接壓住了卡瑪 讓卡瑪交閃線走掉 但是旁邊的鱷魚就沒有那麼好過 哇 這個小鋒 從這個位置出來 你從哪裡出來的小鋒 這個一個嘲諷以後 留住了Archie 成功留住了Archie以後 讓他們又再次拿下一個人頭 這整波進攻用一個人頭 綠茶人頭反喚三個 對面SAJ 鱷魚 以及菲斯 還有露西恩 我從陰影中到來 完全 這才是忍者嘛 為什麼忍者是走在隊伍最前面 然後很硬的一隻角色呢 對啊 沒道理 伊芙琳會隱形 這個勝不會啊 對啊 還我服務半仗 這樣 哇 這個抓 SAJ選擇開在Green Tea身上的 是有點沒有被反手大絕給嚇到了 你覺得SAJ剛剛在那邊開戰 是否有哪裡不好的點 為什麼他們會打成如此的慘敗呢 就是經濟的差距在 就是說其實這時候 石頭人的等級或者是裝備 都已經是領先對方了 所以你灌了一套沒有把他灌死 那反手就是瞬間大絕撞下來 然後自己的Carrier在輸出的位置 就是會被打成這樣的結果 對 菲斯甚至是連輸出都沒有 他急扎掉石頭的那一瞬間 他只能交掉所有技能 想辦法往下跑 而且其實 樂部長也很滑溜啊 對 然後我覺得 剩這樣的出裝 其實就代表一個意義 就代表AHQ要end game了 他要結束了 他已經 你看他現在就是血量坑 他滿裝了 對對對 他滿裝了 他滿裝了 就是他已經不想再拖了 就是這個時間OK 我的坦度跟傷害 都是你現在不能承受的 我的血球要往你家推了 我不要再繼續滾這個血球了 對 我不需要把裝備升級啊 我已經有足夠的裝備 能夠壓制你的情況下 我選擇這種 最小套件 然後 最棒的CP 持續往你家壓喔 剩又來到下路 繼續代線 那 上一波 開死頭人的選擇 失敗了 這次還有誰可以作為開戰點呢 哇 這一波進攻的情況下 西門衝了進去 整波張在打開 阿奇身上是有足夠讓阿奇想要 掉到剩下一點點 讓綠茶是直接撞死他以後 配合著追擊 利用小金人留住敵人的情況下 綠茶這邊已經拿下雙殺 吉他掉了飛翅以後 兩個敵人現在正在逃跑 Safety已經QTP邊逃跑的情況下 回頭的 回頭想要說輸出一點綠茶 但沒有想到自己的位置 被NAZ直接跳到 最後一個遠距離的普攻 來自於把NADEPO吉他掉了鱷魚以後 拿到加速王正中加推 這個NAZ的跳 然後 不跟你演了啦 直接往中路走好不好 他跳下來怎麼站了一下 他說 我還是沒有那麼想彈 他說剩來彈 你剛剛不是買了兩件腰帶 我跳下來說 我不跟你演了 還是不要好 我演一下 剩你來彈 他說 時間怎麼變短了 以前比較久阿 這邊 HQ不費吹灰之力 在這一場是調整完心態以後 成功的把這一局搬下來 雪球 效應這邊 不只是HQ停不住 SAJ也停不住 HQ的雪球 兩邊現在已經拿到了一勝一敗了 對 而且我覺得西門這樣的勒布朗 團隊選擇跟出裝選擇 跟操作方式都是很獨特的 就是他把他玩得有一點像匿命 就是有一點點那樣的味道 所以是匿命流勒布朗 你有看過一個勒布朗 就用WR進去然後驚人開戰的嗎 就用匿命開大進去驚人 他那個有一點可惜就是 第一小鋒的大絕來不及討 第二就是驚人的時間太久了 那個印記已經消了 如果他驚人完印記還在 回身那個就是帥到爆 他就是一個一環一孩留住所有人的 對所有人把招丟在一個空氣上面 丟在一個就是他的殘影上面 這真的有那種炸騎士 那叫什麼 索爾的弟弟叫做什麼 那種感覺 洛基嗎 我可以理解 原來你是西門洛基啊 西門洛基聽起來是像很像洛基 沒有關係我覺得剛剛那個會戰 還是西門開來非常好 他用小鋒人的部分讓所有人聚在一起 讓綠茶有一個開戰的機會 成功用一波的方式解決掉了SAJ 那這邊已經拿到了一勝一敗的情況了 哇兩支戰隊打起來跟早上的這個 纏鬥有點不同的感覺 對他們變化好快 他們都是變化系的吧 兩場都要看誰的雪球先滾好 然後就丟過去了 前一場不是這樣子演 前一場是我們先農個20分鐘好不好 好 這場是一開始先是一個跑步 我以為我在播什麼路跑比賽 這SAJ的二號選手來到了 召喚峽谷路跑 離終點只剩下100公尺 加油 應援團已經到囉 對 應援團被殺了 亂 就是明天社會新聞就會寫著說 暴走族殘殺 應援團一個亂棒打死 那沒有關係 June有點可憐喔 對那這一場攻擊 這個HQ這邊拿下一勝以後 B5的賽事目前已經進行了兩場 先拿下三勝的隊伍能夠獲得優勝 那這一局的比賽還沒有結束 廣告之後我們會繼續帶來 這一局的精彩刺激的比賽 廣告之後我們馬上回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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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